哈囉大家好,我是Cindy 今天呢 最近 社會上發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久違的想要跟大家聊聊天 不過呢,看到我素顏就知道 不會只有純聊天 就是我還是會 化一下妝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然後我這邊長了一個超級大的痘痘 它越來越腫越來越痛了 希望大家可以忽略它 好,那我們就是 廢話不多說 如果你對今天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在大概兩三年前或是更久之前 我曾經出過一個影片叫做 不要再叫女生應該要保護自己了 而是男生不應該隨意的侵犯他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性別對調 都是可以的 就是性騷擾其實真的不是只有女生會遇到 男生也會遇到 我身旁也有男生朋友遇到過性騷擾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如果現在要我再重新下一次標的話 我可能會說 就是不要再叫大家保護好自己 而是讓自己不要去傷害別人 就是不分性別 然後那個影片錄的時候其實我是思緒比較混亂的 沒有什麼太多精細的想法 基本上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給大家聽 最近就是又有很大一波的 MeToo事件出現 然後就讓我回想到了我以前的這支影片 然後我覺得現在的我有更多想法 更多經驗可以去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想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知道有多少女生在這一生當中 曾經都遭遇過性騷擾嗎 這個問題說老實話 我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 第一個是沒有人做過這樣子的大型統計 第二個是我認為 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到現在 還是會想盡辦法讓你不要把經驗說出來 今天半夜我就在跟我的朋友分享 我這一生當中印象比較深刻 然後比較記得的幾次性騷擾的經驗 然後大概就是有三次 第一次我記得我在當初那支影片裡面 有稍微提到過 反正那時候我大概還很小 可能是國小 有一個親戚的小孩他年紀比我大一些 那大人就放我們兩個人在房間裡面打遊戲機 那遊戲機打一打突然他就離我離得很近 然後開始跟我講說 我真的好喜歡你 可是當時我跟這個人不過就是見過兩三次面 就是我甚至現在想不太起來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完全不能夠理解他說的他喜歡我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放下了他手中的遊戲遙控器 然後開始搂住我 然後開始親我的臉頰 我當下其實是非常震驚的 然後我不知道該做什麼反應 我就只能緊緊握著我手中的遊戲遙控器 然後假裝自己還停留在遊戲的世界裡面 遊戲以外的所有事情都跟我無關 但是實際上我還是可以感覺到我的臉頰上面 一直傳來溫熱的口水的感覺 之後我們離開了房間來到路邊 然後他繼續想要就是做一些很親近的動作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嘗試著想要反抗 我就應該是踹他嗎還是把它推開之類的 我其實真的不清楚了 我只記得最後是他踹了我一下 而且是非常非常大力的一下 他踹到了我的下體 我當下真的痛到沒有辦法說話 然後我就是一直緊緊的污住我的下體 回家洗澡的時候我就看見我的下面 有非常非常非常大非常明顯的雨清 但是我什麼都做不了 然後我就只能讓水就是一直流過我的身體 然後彷彿這個水只要沖得再久一點 這個雨清就會消失一樣 第二次的話發生在國中 那個時候是我們去新加坡的學校交換學生幾天 然後當時是因為英語之憂之類的原因去 所以帶隊去的是一個我們的國中英文外籍老師 然後我們在那邊的時候一切都非常的正常 我們其實也非常喜歡那個老師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老師可能是華裔的關係吧 就是想法跟我們傳統遇到的老師比較不一樣 在回程的飛機上面他是坐我旁邊的 然後因為真的很累的關係 我一上飛機就整個人睡到翻過去 可是後來在半夢半醒之間 我就感覺到有人在碰我 就是有人在戳我的臉頰 我就稍微睜開眼睛 然後看一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發現那位老師正在戳我的臉 我不確定自己是因為太累睡到昏頭而出現幻覺 還是我睡覺的樣子 嘴巴開開很好笑 所以才讓這個老師起了想要觸碰我的念頭 但我能做的反應一樣就是 裝作沒事繼續睡回台北 最後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呢 這是在高中的時候 我跟PTT上面的人面交相機的鏡頭 我們約在捷運站面交 然後我的手在我的胸前拿著相機 要跟他拿鏡頭過來試的時候 他的手直接滑過我的胸前 然後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 我當下也是震驚到不行 我心裡想的是 這是捷運站耶 這裡已經很多人了 這裡已經是我當時能想到最安全 最有保障的面交的地方了 他怎麼可以這麼自然 這麼毫無羞恥的把滑過我胸前的這件事情 當成像進捷運站B卡一樣簡單 當然我一樣還是說服自己 他應該只是不小心碰到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 這個地方發生這樣的事情太荒謬了 後來可能還有第五六七八次 我不確定 因為我不知道 如果只是一直盯著我 穿低胸衣服的胸前看的話 算嗎 如果穿著短裙搭手扶梯 感覺到後方的視線的時候 算嗎 如果只是在白色制服下面 穿了不是膚色的內衣 而遭到男同學的嬉笑 算嗎 如果在我工作的場合 開玩笑說 我一定是這個團隊裡面 性幻想的第一名 算嗎 我不知道 我也不確定 因為我不知道 怎麼去制止這些人 我也不確定 我該如何制止這些人 而當我制止這些人的時候 我會不會惹上麻煩 但是讓我身心靈 最備受煎熬 並且認為性騷擾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 真的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是在我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 這個工作的環境 它就像一個小型 然後 父權嚴重十倍的社會 在這個裡面的佼佼者 大多數都是已經工作好幾年的男性 所以當這些男性 開你一個22歲剛畢業的美美的玩笑的時候 你為了要讓你接下來的日子好過一點 你就只能配合他們 然後戴上一個微笑的面具 然後事情就只會變本家裡 你每天醒來 就是看到他們一樣的臉 遇到一樣的事情 到最後這些臉都變得非常的模糊 連我自己的臉都變得非常的模糊 我開始不知道自己到底長怎樣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要長怎樣 但是最最最最最最 最讓我不開心 最壓垮我的事情是 當在這個工作環境裡面的其他女性 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只是告訴我 你要忍一下 這份工作女生就是比較卑微一點 然後在我不斷的忍耐當中 這些話就變成了一根根很細的針 刺進我的心裡 我一開始想說好 我忍 不過就只是被針刺一下嘛 能通到哪裡去 但是等這些針真的刺進我的身體之後 我才發現上面裹滿了毒液 順著我的血液 侵蝕我的身體 然後伴隨著我一生慢性中毒 最有趣的是 我並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漂亮的人 而我也不覺得 真的漂亮的人 就應該承受這種酷刑 但這些本來應該要站在我這邊的女人告訴我 如果你不漂亮 怎麼會發生這些事呢 你只要忍耐久了 等他們遇到下一個更漂亮更年輕的人 你就沒事了 我聽不懂這些話裡 到底應該要有什麼含義 是生而為人 我擁有我父母的基因 本身就是一個原罪嗎 還是我應該像抓交替一樣 真的等到下一個 比我更漂亮更年輕的人 把這些酷刑丟給他呢 所以 當我這個 對自己的外貌 其實有一點認同障礙的人 聽到這些人 把錯誤 怪罪在我身上 而非那些真的犯錯的人的時候 我真的 就是 徹底崩潰 因為我覺得那些惡意的眼光 那些 我錯的行為舉止 我都可以忍 我沒有辦法忍的是 這些責怪受害者的人 只要今天發生的事情 跟情欲有關 大家永遠會戴上有色的眼鏡去看待 我以為這個社會是開放的 公平的 然後到頭來我才發現 這個社會封閉的像是一個句號 而這個社會到現在 還在想辦法讓你說不出口 讓那些做錯事的人 繼續流淌在你我之間 繼續侵蝕著你跟我 在這一波浪潮當中 我看過最多的問題 最多的質疑就是 你們女生到底為什麼 不當下就講出來 到底為什麼 試過金錢這麼多年之後 你才敢講出來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社會 已經讓我們沉默了太久 我們只是想要發生過 在我們身上的事情 被好好的說出來 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種 大型的 集體的心理治療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說出這些話 我們沒有辦法 跟別人傾訴這些事情 我們在講出來的時候 可能還會遭到 跟我一樣的經驗 就是被指責 所以當我們發現 錯真的不在我們身上 我們不應該獨自承受 這些事情的時候 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就我自己而言 我剛剛說的那些性騷擾的事件 我並不想要得到他們的道歉 我也並不想要讓他們 身敗名列 因為我知道 人一定都會做錯事 而且就算做錯的事 他們也值得得到原諒的機會 我們只是想要告訴自己 我們真的沒有錯 做錯的是別人 有多少比例的女生 在這一生當中 遇到性騷擾過 我還是不知道這個答案 我也可能這一輩子都不會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大家不能夠再退縮了 不能再把這些事情蓋起來 當作沒有事情發生一樣 也不能再讓別人 把錯誤都怪到我們身上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事情 我真的希望大家遇到不正常 不對 你不舒服的事情的時候 都可以勇敢的說出來 而且不用因為你說出來 而去害怕別人的眼光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就是久久沒有跟你們聊天 偶爾也想跟你們聊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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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